我跟各位講 它的最新的 Beta39 已經新增了一些新的功能 包括它的 你不用再去 安裝那些 Visual Basic 額外的 Add-on Pack 也不用了 它只有一個程式而已 那下載下來就是跟一般的 應用軟體一樣安裝完之後 它會在資料夾的 西巢 V4 裡面 這就是你現在這個版本的程式 那你當然可以看一下 原則上它全部幫你裝好了 裝好之後呢 然後 你點開之後 它是跟你一樣 V4 介面 只是它新版之外 它多了一些額外的功能 首先是 VL 的那個 VL 的外掛部分 我們之前有講到 我們之前有講到就是說 關於 V4 有個程式叫 VL VL 那這版裡面呢 它新增了 VL 的完整的資源 所以 當你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 選擇 VL OK 然後呢 你要選擇這個 Template 的這個 這個階段 OK 那 選完進去之後呢 它會出現這個 VL 的畫面 那你 右鍵點進去之後呢 OK 好 這裡面就是關於 VL 那個 應用的程式庫 你可以按 F1 它會叫出的 叫出 它所有的可應用的 就是 Health 包括了比如說像這個 這是專門做圖像的 那 原理上來說 這個是已經算是新的東西了 那 然後 你按 Help 把它 點叉叉子 你不用存檔 然後 原理上跟一般的應用程式 就已經很像了 就是有這些 所謂的 說明文件 說明文件 這樣子 那你當然也可以 比如說 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去安裝 它叫做 Nuget 好 我們在搜尋 VL 然後我們就可以安裝的相關的程式外包 比如說我想要安裝的是這個 VL OpenCV 這個東西 那它的指令碼呢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 VL 這邊呢 有一個 Command Line 這邊 這邊有一個 Command Line 這個灰色方框這邊 然後你選擇 你選擇 在 V4 裡面 只要有 這樣子 Nuget 這個圖示的東西呢 你都可以安裝 除了 VL 之外 VL 之外 也可以 就是 這只是一個 跟各位說 這個有 針對這邊做開發 那 比如說 我打 Nuget 好 這程式碼是一樣的 Nuget Install 然後你就選擇 你要安裝的 好 VL.OpenCV 然後呢 空格 然後 一個 一槓 然後呢 pre-release OK 好 那它就自己辦安裝了 安裝好之後呢 安裝好之後呢 等一下喔 應該已經 裝了吧 還是還在裝 看一下 原裝裝完之後 應該會在你的 這邊會出現 才對 就是你在 VL 介面這邊 是網路太慢了嗎 應該是已經裝完了 我們看一下 會在你的這邊 Dependence 這邊 VL 那你就可以選擇 OpenCV 這邊選擇 一個右鍵 灰色光光 把它變成黑色的 這樣它就會自己 自己會產生 自己產生 這個 HELP的Library 好 我們再按F1 HELP 就會在底下 出現了 VL的 OpenCV的 相關的類別 所以 你這邊的東西 你都可以安裝 包括 比如說 那這東西 相對 V4來說 它的優勢 是 處理的速度 跟邏輯 來講 如果你要處理很大量的Data 的話 那 VL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 你要做一些資料分析的時候 它有蠻多的函數 可以做資料分析 那 那 像這邊的話 它支援OpenCV新版 所以等於說 之前我很不喜歡講的 OpenCV這件事情 就是 變得 在V4就可以使用了 包括它支援了 YOLO YOLO 辨識 它是做 OK 你好 YOLO 這個辨識 它是做一些相關的 它可以辨識 裡面的圖像 人物 然後它可以辨識 這邊是書本 然後 你需要按照 它的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 宰下來之後 然後呢 在這些節點裡面 替換掉它的 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它怎麼辨識 這樣子 那我們要來示範給各位的是這個 這個是其中一個是做邊緣偵測的 做邊緣偵測的 我覺得邊緣偵測的 我之前想要講的是 包括 找位子做 是關於人臉辨識的部分 因為這部分就是我之前 就是覺得 就是V4的OpenCV 就是沒有做開發 所以它 它 在使用上 不是很方便 那樣子 所以 我這邊可以做一些 關於我的 就是 動作辨識的部分 我臉部 臉部辨識的部分 像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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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也是可以 比如說把這些東西 在額外的 在額外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VL的部分 就是說它可以做人臉 動作辨識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 比如說QR Code 這邊也 那因為我這邊 我現在沒有 手邊沒有QR Code 所以 所以這邊就不做了 然後包括了 比如說 人物的 人物的辨識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 簡易的 這些 人物的識別 就是跟監視器那個 功能有點像 這樣子 然後 它可以辨識 比如說 就邊緣 線條邊緣 那樣子 線條 那 我們之前做那個 這個 VD Show Check 這東西 它也可以做這樣子 然後 包括了 偵測 這個 Shift 就是你在 你在那個 TeenLab的 有一個作品 它是要擺 要你擺積木 那擺完積木之後 它在積木之間 會出現一些連線 或是出現一些圖像 那其實做的就是 做那個 你的圖像 辨識部分 它辨識 圖像 那個積木的形狀 外型之後 然後去判斷說 它要給什麼動畫 那樣子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因為 這邊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BETA 39 是有包含的 VL東西 所以等一下呢 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我們 我們 因為 這個 就是 BETA 39 就是 跟我們的課程 就是 固定有正相關 所以我再稍微講一下 就是 BETA 39 功能 就是 這個VL VL就包含在裡面 那 那 你只要在 你只要 灌了新的 BETA 39 BETA 39 然後 64位 它就很像 一般應用程式 這樣子 那 我先 介紹到 VL 介紹到這邊 然後我先讓 另外進來的同學 先安裝一下 你們 你們一樣就是 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你們 到新版的 然後下一個 39 BETA 39 的 應用程式 那它們會 跟 跟你們之前 安裝 V4的那個方式 不太一樣 它就會幫你 全部都裝完 這樣子 OpenCV OpenCV 是這樣子 它是所謂的 CV 是所謂的 Computer Vision 就是所謂的 電腦視覺 然後 OpenCV 是所謂的 OpenSource 就是它是一個 OpenSource的 電腦視覺的 Library 那 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去做一些 我們看一下它的影片 好了 Release 我們 一看 我可以去看 可以去看 有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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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倆有裝嗎? 還沒 你們要先裝一下 我這邊先找影片 等一下 直接下載 下載39 就是下載39位元 在下載那邊 下載下來之後就直接執行就好了 64 64 對 因為你們那個 他完成的就是 下載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就先讓他 放著讓他跑就好 有嗎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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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切個畫面好了,應該都要安裝了 就是它包括像是YOLO之類的函數庫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機器學習的辨識部分 比如它可以辨識動物 它可以分離出來動物的比如說人、馬、狗 就是你只要餵給它很多資料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做這些動作思覺的辨識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這些人臉的辨識 它可以去抓取你比如說眼睛、五官、這類的東西 甚至它可以做一些像是機器學習的 就是可以證實它的表情 比如說有沒有微笑或怎樣的 然後他們現在研發的是所謂的OpenPOSE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之前在抓電腦的骨架的時候 都需要去用KINET去抓那個骨架 但是OpenPOSE的部分它是幫你去抓到 用攝影機的方式去自動抓到它的骨架 所以它就會類似像這樣的感覺 當然這還在研發當中 有時候有點格力學習 尤其包括它有遮擋的部分 就是被遮擋的人的骨架 但是這個好處是說 這個被遮擋的人它也會有骨架出現 因為像KINET的話 如果你被擋住的話其實是不會出現骨架 那這個是主要我們在講OpenCP的相關的 就是應用的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或是你回去之後想要練習的話 你就是在這邊創建一個VL的節點 OK VL的節點 然後呢 右鍵點進去之後呢 在 這邊的 Manager這邊 選Command Line 那你就打上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 程式編碼 叫做NewGate Install VL.OpenCP 然後空白 FreeRelease 它就自動幫你安裝了 安裝好之後它就會在 你按F1 它就會在HELP裡面就會出現 在這個地方 所以包括了我們的這些 我剛才說的YOLO這個 OpenPOSE的部分 然後 這些QR Code 連連辨識的東西 都在裡面 只是它是一個新的 新的的程式 所以你需要花點時間去適應它 那這邊提供了一個 就是 VTV的YouTube連結 這個官方頻道呢 它提供了 就是 你們現在用這個VL 就是所謂的 GAMMA版本 主要的程式語言之一 你可以在這邊 由初階的開始講 它跟你講說怎麼去 比如說做出一個節點開始講 每個就是 每個就是 每個東西有它的 大概 這些 這些 這些教學 那 還有包括它可以幫 它有一個就是 簡短教學是做 一些簡易的HELP 像是 這個是做一個 像是畫圖的APP 也不是算APP 畫圖的一個程式 就是你可以用 你的V4去做畫圖 然後 做粗隙的變化 然後 顏色變化 這樣子 然後 或者是這個 然後 然後 或者是 這種人 然後 或者是 然後 這些 那 它的 程式的原理 會更像 一般的 所謂的程式 螺旗 它有些 LOOP LOOP 或者是 EVE EVE 或者是 ELSE 這些的 節點 所以 它是新的東西 這樣子 那 關於 V的部分 我講到這邊 這是 BETA 39的一個新的功能 所以 你要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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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些BR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會講 BETA 39的新功能 就是比如說 PBR的介面 那 之前呢 如果 V4為了 等一下 沒有裝 沒有裝 DX11 在V4裡面 如果你要 裝 外掛的話 你按 右鍵 右鍵 中鍵 中鍵這邊會出現 一些 相關的 參數 那 我可以這邊選擇 我要 就是 Show我之前的 那個 已經安裝過的Pack 然後 發現我這邊的Pack 是 Counter 就是說 我之前 下載東西沒有 放進來 所以 比如說 DX11 記得它已經在Pack裡面了 所以你要把這邊 放進來 那 原則上 它應該是會直接生效的 看一下 BBR DX11 我可能要重開 它之後的資料夾就會在你的 西草裡面會出現一個 VVVVV的資料夾 然後呢 它在這邊 那 原則上跟你之前的V4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 叫出來 PBR OK 我按一下 HELP F1 那它出現的是新版的 我覺得應該算是新的算圖引擎吧 那 PBR 就是所謂的 Physically Based Rendering 就是說 基於一個 物理引擎的方式 物理 應該是物理現實的部分 去做一個 那個算圖引擎 所以我這邊呢 我這邊有幾個介面呢 包括了 比如說我可以更改 這是 比如說球體的 數量 這邊是球體的數量 OK 然後我可以增加這個光源的數量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的光源 光源的數量越多的話 其實它這邊的 的那個 是越多的 但是 欸 等一下 因為 這個東西牽引到你的 就是 記憶卡 顯示卡 這些功能 所以如果顯示卡 呃 沒有到很頂級的話 就盡量不要 用太多的光源在裡面 我覺得它現在有點當調 等一下 我等一下先不要調光源 因為我習慣 用我自己的電腦 所以就是 這時候沒有 沒有計算到這件事情 那 你有沒有聽 你有沒有聽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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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它是一個 應該說 它是一個 新的 算圖引擎的系統 然後 這個PBR就是說 它可以做出一些 比較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 之前的 在做的時候 它都是需要 就是 在一個3D空間裡面 然後它會有一些 比如說 燈啊 貼圖啊 它就是 它就是 所有的程式 所有程式要過的時候 它會先要經過 比如說 一個所謂的 渲染過程的 步驟 所以 有些東西要先被露進來 比如說貼圖 模型要先被放進來之後呢 然後 燈光打上去 然後呢 我們再用 再用3D的方式去模擬 比如說 這些燈在 這些光裡面的 產生一些折射 或什麼 但是 PBR的方式 比較像是說 這麼說 它有點像是說 攝影機 其實就是一個 攝影機 其實就是一個 類似計算的 跟天內的紅外線很像 從攝影機前方 會放射出很多的 光 那這些光呢 然後呢 它會打到這些 所謂的3D空間的物體上面 然後呢 然後 這時候 我們要做的是說 去計算這些光 折射回來的時候 比如說 長度或距離 然後我們就可以計算出 正確的 所謂的 光的 直接上的 比如說 形狀 物體的形狀 或質感 所以這跟我們 在抓那個 3D空間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像的 那 這個的計算方式 會更 更精準 而且 可能速度會更快 所以它可以做到 就是所謂的 即時算圖這件事情 那 那它 它更改的話 就是比如說 在一些參數裡面 這些參數啊 就是 它這邊有一些參數有沒有 就是你可以去改 這些 物體的 物體的 就是質感 包括跨了 你可以讓它 比如說 讓它變得比較 亮度 像我這邊改的是這一排 所以 越接近1的話 越接近1的話 它其實會接近 所謂的 金屬的質感 那你如果 往下面 往下面 直接往下面 降的話 它其實就比較像一般的 就是 沒有金屬光澤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去 用這些參數去調整 調整 你的 就是 就是 不同的光的質感 那這邊 講到這邊 因為它 這邊是用的是一個 Spray的 所以我這邊總共用五個 Spray的 所以 這一排對應的是這邊的 參數 然後這個 白色的對應是這邊 第二個參數 紅色的對應到是這個參數 這邊有五個顏色 所以有五個 關於金屬質感的一些設計 那比如說 這個光源呢 現在是有HELP的 所以會出現 你可以把HELP關掉 那這些光源呢 也可以去調整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 第一個 覺得 我是有顯示卡 比較差滿這樣 應該不太對阿 沒有 不好意思 它的這邊好像是有一個 就是 效果是 我只要移到上面去做 做計算的時候 它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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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自己停止 那個攝影機旋轉 所以我這邊的光呢 我這邊的攝影機 我的形狀 比如說 我現在是 我可以去移動我攝影機的指標 然後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放大 攝影機的這個 所謂的 這是 這是 聚光燈類型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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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包括了 比如說 光的邊緣 可以做光的邊緣的 光的邊緣的 控制 然後可以做 這些光的 位置移動 就是它會更像 上帝軟體裡面 在做的事情 然後這邊 是選擇的是光的類型 包括了點光源 方向性光源 跟聚光燈 我當然可以把它 變成是點光源 變點光源之後 它就會跟 就是 呈現一個 就是一個球體的 你看到 它是用一個球體的方式去模擬 所以 你在這邊可以做基礎的 基礎的 PBR的效果 那當然呢 它也有提供 比如說 有 PBR的 有貼圖的 OK 這是有貼圖的版本 那 有貼圖的版本呢 它這邊用的是一些它自己的內建的貼圖 然後 我這邊的話呢 我會想要 比如說 那我看看 比如說網路上找的 模型可不可以 好 所以我就往上找 那我看一下 我覺得 這邊電腦不要用到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也太 太 over 因為它的面數很高 所以我覺得 這個要 也要取決於說 你們這邊的 電腦的類型 就是 嗯 我記得上次我是可以下載 說要登錄 那我現在 就下這個模型 原理上我會下載的是 就是 這應該是 統包的 一個 押收檔裡面 然後有這堆資料 就包括了 瑪雅的 瑪雅的 FBS Mental Rate 這些東西 應該都在裡面 所以 所以你在網路上 你就可以去找到 就是相關的 PBR模型 然後你當然 你自有3D的 製作的 技能或姿勢的話 你當然可以 用這個方式去做一些 3D的 模型 然後套上PBR貼圖之後 再裝個V4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 即時的 即時的3D的渲染 那 這件事的意義在哪裡呢 因為 我們這樣說好了 在一些3D的產品展示的時候 我們通常比如說會 算出一個就是產品圖 然後給客戶看 可是比如說有時候 像有些產品 它是賣 它有些功能其實是在不同的面向 比如說像鞋子 鞋子 有些鞋子會賣鞋 那這時候如果你要展示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只是 方個上面或側面的圖片 那有時候不會真正的方個 你在看鞋子的廣告 不會看到鞋底的那個 那個正面 左邊再出現 所以 這個方式 像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 就是說 這是一種 可以讓客戶去看到 因為它其實包括可以 可以 所以如果你的貼圖樂器的話 我們當然就可以去做一些 實際上的一些細節的展現 然後不同面向的展現 那這是我們在做展示的時候 其實一個就是不錯的功能 那 我已經下載下來了 所以 我這邊 它會出現一包這個 我先解壓縮 來放在這邊 所以它有分成所謂的OBJ OBJ跟它這邊的貼圖 這邊的貼圖 所以我這時候呢 記得 記得 我現在 我現在是有25個球 所以我其實不需要那麼多 這邊是 這邊是做我的Spray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把Spray先變1 OK 好 我找一個球就好 那現在看到我現在的光源 因為它都是基於 它都是用25個球的方式去做做計算 所以我現在其實不需要那麼多 OK 我把這個砍掉就沒有濕了 OK 我把這個砍掉就沒有濕了 OK 然後我這時候就可以把我的模型摟進來 它模型在這邊 你可以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我現在是用這個模型 Geometry File 我當然可以直接接過來 接過來 接過來這邊 比如說我剛才下載的 DDR的東西在這邊 我用個OBJ OK 代替它 這個 這個 這個鞋子 你可以看一下 OK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的模型有一點 比較粗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模型的那個 就是細緻 因為我選的是 那個 Low File的檔案 如果當然你可以選擇其他的檔案 然後它會有分成所謂的顏色 在PBR裡面它會分成幾個 層次的顏色 包括了顏色 然後所謂的Bump Bump就是它的凹凸 然後Diffuse Diffuse基本上就是它顏色的意思 然後 Growse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 表面的那個就是 光的閃射 然後包括Roughness 就是它表面粗糙程度 所以我在這邊用作 比如說 Voltage 2D 然後我選擇的是這個 這個就是 它的基礎的顏色 那基礎的顏色 我這邊呢 就選擇了 OK 那它的貼圖已經放進來了 貼圖已經放進來了 然後它現在的 一些其它的貼圖 還沒有很正常的原因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我要給它一個 Normal Map 我再有 因為它是 我是用它原本的東西改的 這邊 有看到嗎 有沒有 我剛才 我們 沒有指令進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凹凸的 我把這邊砍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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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這個Normal 貼進來之後 它其實就會有凹凸的質感 齁 包括這個 表面凹凸的質感 就出來了齁 然後 然後 這之後 我希望 我有一個 就是 這邊是 Metalisk Roughness Loughness 我們剛才在貼圖裡面有個 Loughness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Loughness 就是表面的粗糙 粗糙的貼圖 把它放進來 應該是 應該是 OK 那 現在是我們的 模型放進來 模型放進來之後 OK 然後 有發現 我們這個 等一下 看一下 我確定這個 看那個 這個好像不能看掉 因為有時候 可能要看一下 它的貼圖的 那個 效果 比如說這個 Metalisk 看一下是要換成另外的貼圖 欸 我換成這就好了 所以 不一定要有貼圖 這樣子 那 只是它的質感就怪怪的 因為它現在的 這個 它的那個效果 這個 Metalisk 這邊是 就算是最高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要給它一個 它的貼圖 一般來說 它這個 Metal的 Mess 應該會比較像是 這個 Metalisk 這個 等一下 有沒有 改一下 這樣還好 因為這個調整其實需要蠻多的時間 然後所以我這邊會先跟各位講說 你怎麼把模型漏進來 但是基本上球鞋 它離 我們要的質感 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這邊要 其實需要經過貼圖 跟測試的調整 那 原理上來說 它已經可以變成 就是我們在V4 裡面用的模型了 那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它剛才是 一堆Spray的 我們先把全時縫 列進來看看 那這之後 就體現到了 就是真正的 你在V4裡面使用的一些好處 你在V4裡面使用的一些好處 花跨了 比如說 先讓它 我現在要稍微縮小一下 先讓它縮小一下 我現在要稍微縮小一下 那這邊是貼圖上面的問題 那貼圖上面的問題 這個要 測試之後才能解決 所以 我這邊沒有打算馬上擠給它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 像Linus Grid 它要受到我這個顏色的影響 所以我現在要五雙鞋子 我覺得 我用到 Z走 所以我就五雙鞋子 那其實這樣 如果其實這樣的話 方式 你可以來做不同 顏色款式的 展示 就是其中一種 鞋帶 鞋帶分開了 那我好像不能單純只用在那個 我可能要再做 Cross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做Cross 比較低級的錯誤 唉唷 Cross 就是我們之前做矩陣的時候 做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把一些 它可以幫你把一些 3D的程式的東西 然後變做 變做 比如說 因為 這東西 我們要做 我們要 我們要複製它嘛 可是它其實是個3D的 空間的物件 所以我們不能 當我剛才只有複製一個軸向的時候 它就出現那個錯誤 所以我這邊用Cross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 我Cross完之後 它就會出現 正常的 所謂的Sprade 然後 譬如說 這樣的話 我只要接到 譬如說利軸 它就會出現 譬如說五個 五個正常的矩陣 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3D物體 所以我們需要這樣處理 OK 那 這個 其他 這個的話 這個 其實會變黑色 這可能是它的貼圖的相關 相關的 相關 要解決的事情 那 這個可以細部之後再研究 那原理上 你在 你在V4裡面 要做的 做的東西 已經 就是 差不多已經完成 除了它的質感 有點奇怪之外 其實 就是 包括了 比如說 包括它的表面的這些 這些 凹凸的細部 其實都可以透過 即時的方式 呈現出來 好 那 那 我看各位應該已經 裝了差不多了 我先把 已經切給各位 你先把 你要先記得灌按V4 那 我們今天 我們會用新版的 新版的V4 測試一下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你那個 DX11的這個 這個外掛呢 放進你現在的PEX裡面 好 他應該預算會在這個位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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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不是,不是 一定很快 他應該會再看 那個是最大的 然後把這個 然後把這個 駛物款 ,不是,不是 我們來 vulnerable 很難免 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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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今年發佈是比較慢喔 所以本來想說課程開始之前它會發佈的 又到了上禮拜才發佈的出來 你說 你說 入園的話你開右鍵 解號就好 按右鍵解號就好 你好 我必定要沒有 有怪的 等到 你現在現在 你這是 你家 對 他現在的 他現在的 他現在會這樣 他原本是會在 他現在的 他現在的 他現在 他現在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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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一關 就出現了 對 按一關 他現在 他現在 給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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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 上三滴的課程 然後 然後 你 期末的時候你想要用一或幾個 第三個 第三個 春藝基尼 thee 拱水 隨旁 子 富裕 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